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第55届金马奖 今年的金马奖呢 在非常热闹的风波之下结束了 无论你觉得到底是谁先说错话的 或者是巩俐为何席地而做 不愿意上台颁奖 或者是为哪一个入围者 没有得奖而报屈 我们都希望这个一年一度的电影盛世 可以越办越好 它都是一个非常难得 并且值得我们骄傲的电影奖项 金马奖是属于电影的 而电影绝对脱离不了政治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面 谁都应该尊重对方的言论 无论他是主人、客人、多数人、少数人 对吧? 那我们来一起看看 金马奖最精彩的十大重点 先谈谈轻松的表演 从孟文蔚、杨大正、李英宏、雷光夏、 陈正文到陈奕迅 都没有人砸锅的表演 最亮眼的还是一开始的王力宏 你明显的可以看得到 他跟我们印象中的王力宏 好像长得有点不一样了 他只靠着一人一琴 在台上自弹自唱 同时在配着幕后工作人员的照片的表演 算是简单朴素 又非常成功的神级开场表演 还挺感人的 金宁拿到了最佳女配角 靠着幸福城市当中 从黑到王姐的角色 打败了去年的影后灰英红 还有呼声很高的许晴 以及黄嘉谦还有张子峰 我刚好有看到这部幸福城市 电影是分三段式的 他只有在最后一段才有出来 而这个角色一出现 就对整部电影比较冷掉的气氛 带来一个很不一样的温度 还有情感 真的是很棒的演出 非常开心他能够得奖 也唯独爱与尊重 可以帮助这个世界走向更和谐 更美好 更文明的境界 爱最大 香港演员袁富华 则以翠丝拿下了最佳男配角 饰演跨性别的老花蛋 打铃哥 我相信原来的发音 绝对不是这个样子 打铃哥 可惜不是由去年的 最佳男配角得主 陈出生颁给他 不然应该会很有趣 前后两届得主 都是由跨性别角色得奖的 这个不只是一个奖项 以前是对一个从事 30年艺术工作者的一个肯定 令我相信 我在24年前所做的决定 是没错的 因为全台籍入围 而受到瞩目的最佳新演员 入围的有傅孟博 张再兴 谢章颖 黄胜球 还有钟家俊 最后则是由年纪最小 只有大海知道的钟家俊得奖 这个小童心很有趣的 他在走红毯的时候 还穿着打雾竹的传统服饰丁字裤 同时剧组在入场的时候 也带着合废料签出兰语的标语 最佳新演员奖得奖的是 中家俊只有大海知道 大象席地而坐这部湖泊的一座也是唯一的电影拿下了最佳改编剧本还有最佳影片 每一次他的妈妈上台领奖就是全场一起鼓掌落泪的时刻 这部电影非常的有故事 可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说 有兴趣的人就自己去找吧 只能说这个导演的悲剧非常的可惜 也是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湖泊他才能这么真实的拍出他眼中的世界 拍出一部这么好的电影 这部片长将近四个小时的电影 改编自湖泊过去所写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四个人的一天 保自朋友自杀的混混 为朋友出手却失手将霸凌者推下楼梯的少年 将送去敬劳院的老人 以及和老师相恋的少女 四个人最后均踏上了去看满洲里马戏团里面 一只席地而坐的大象的旅程 我是还没看大象席地而坐 不过都有金马奖挂保证了 我是非常期待他的正式上映的 知道 我准备去那了 你跟我去买牛铃吗 我不想和你去任何点 谁先爱上他的拿下了最佳剪辑 最佳女主角最佳电影原创歌曲 可惜我是希望诚意去拿的 能从原本传说中惨不忍睹的初剪版 到现在口碑大好的正式上映版 真的要很感谢导演徐玉婷的不放弃 以及得奖的剪接师雷正清他的神剪 才能让我们看到这一部精彩的电影 巴厘岛 那梦幻的巴厘岛 多渴望你的拥抱 这是我第一次站在果夫纪念馆 不是演舞台剧 而是那金马奖 先一圈得奖真的是让我太开心了 也让我的脸书上面掀起了一股非常疯狂没有见过的洗版风潮 我跟很多人一样都是从剧场里面看着他的表演就先爱上他的 他真的实至名归 只能说没想到真的就发生了 真的是让人很高兴啊 美中不足的就是他的对手邱泽没有得奖 只能说邱泽的拿奖运真的没有很好 当年在金钟奖还入围了两个男主角都是共骨 希望邱泽之后会有更好的机会继续挑战这个讲座 当然也希望谢怡萱可以继续得奖 我不是耀神拿下了最佳男主角最佳新导演最佳原创剧本三个大奖 是2018年中国大陆的一部社会议题剧情片 改编是2015年发生的陆永案 讲述一位印度神油店的老板陈永 从印度走私贩卖一种治疗白血病的特效药 德烈宁的仿制药 这场法律所不允许的卖药行为 后来也渐渐演变成一个正面感人的故事 因为这部电影票房超好的关系 也引起中国官方对这个错综复杂的医药问题的重视 感谢金马奖感谢各位评委 这一届入围的演员都这么优秀 你们肯定是照顾到了年龄和体重都比较资深的演员 入围最多也拿下最多奖项的赢 包括了最佳导演 最佳视觉效果 最佳造型设计 还有最佳美术设计 故事改编自三国荆州 这部电影最大看点是看邓超艺人分饰二角的表现 以及水墨风格的美术体验 不过似乎这部电影在金马银展的口碑没有很好 OK,我们还是要来谈这一部 我们的青春在台湾这部得奖的纪录片 花了六年的时间完成 他记录了太阳花学运的领导者陈威廷 还有一位交换陆生的故事 他们在经历了318太阳花学运之后 所要面临的冲击以及往后的心路历程 导演赋予的得奖感言引发了许多的争议 甚至受到了很多的人用仇恨的字眼去攻击他 觉得他不看场合啊 不守规矩啊 太自私了 用自己的政治理念绑架了所有其他人 什么老鼠死坏了一锅粥啊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尊重甚至欣赏他的不守规矩 那为什么要把奖颁给他呢 他的题材就是 近年台湾所发生过最不守规矩的一个社会运动啊 不要说电影的内容和得奖与否的优劣 也是没有关系的 尤其是纪录片 当然如果你很生气他的言行 那你也有谴责他的自由啊 不会有人也不应该有人要你闭嘴 我是这样想的啦 如果大家都闭嘴了 那我们还要看什么电影呢? 我们的青春 在台湾 我们却有共同的政治信仰 希望自己相信的 有一天能被更多人相信 这就是我为大家整理 今年第55届金马奖的十大重点 我觉得今年的主持人陶静英 非常成功完成他的任务 真的好险今年是他主持的 不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尴尬 或者是难堪的情况 今年也是李安当金马主席的第一年 我觉得他真的很辛苦 领着这么大的名气地位来做这个工作 感谢他对金马奖的爱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爱金马奖 才会有更多更好的电影 尤其是台湾电影能够让我们看到 也让我做台湾电影的影片 点击率能够高一点好吗?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还有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 知道我上传影片消息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 让我知道 这是Rovie 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